我在等你的出现 我想的是心里的定律 找到你想对你说的 一起我和你 早已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京 想和你看了 要说最甜的CP非荣耀夫妇魔术 如果问它们有多甜 就像是蜂蜜加白糖 随着你是我的荣耀已经播出结束很久了 但是荣耀夫妇的热度只增不减 可见大家看的是有多上头 剧中的大明星和科研工作者的爱情 让无数人羡慕 你是不是也想拥有甜甜的恋爱了呢 杨阳和迪丽热巴正处在 事业的巅峰时期属于顶流 两个人的合作可以说是一场世界盛宴 温文而雅的男主角 配上抑郁风情的女主角 可以说是大饱眼妇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微微一笑很清晨的肖奈呢 在他们的时空 会不会与于途和乔晶晶相遇呢 这部剧的剧组算得上是非常良心的剧组了 售后非常的给力 正是因为这完美的售后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入坑 从此在坑里出不来了 杨阳和迪丽热巴的互动十分的甜 只是看到他们同框 估计就开始冒粉红泡泡了 没有 这边是这样的 就亲他就没有粉 一句话 然后又亲 然后又松开看看他 然后又亲 而且这个 我 我 在剧组 两个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 有一场戏是热巴倒在杨阳怀里 两个人在对此的时候 热巴在骂不惊心的玩着杨阳的手 这无意识的行为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的甜了呢 这部剧在宣传期间 两个人的互动直接冲上热搜 不管是不是官方安排 但是总能盖得到一些甜蜜的点 两个人一起去迪士尼看烟花 只是看背影就想起了一对 在当天的视频中 杨阳拿着气球给热巴 两个人相互依偎在一起看烟花 更何况是显在七夕这种 充满浪漫的日子里 对于这一波说后 必须得满分 众所周知 有热巴在的地方 杨阳就永远是一张侧脸 不管热巴在说什么 杨阳总是在看着他笑 目光所到之地 一定会有热巴的适应 随着两个人的接触 杨阳活泼的性格 在热巴面前展现无疑 热巴和杨阳在拍视频的时候 杨阳一把搂住的热巴 妥妥的霸道总裁的及时感 也太甜了吧 但是有谁注意到热巴腰上的东西 现在的明星为了上镜好看 都瘦成了纸片人 即使衣服是最小码 但是也抵不住女演员体型更加的销售 所以热巴的衣服 需要用小夹子来固定住 就算是为了上镜好看 不要注意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两个人合体上节目 在游戏的过程中 需要杨阳快速地回答问题 热巴在一边进行小声的提示 并且多次走到场上 和杨阳谢谢思议 这让主持人看了 也忍不住磕一下两味的糖啊 其中两个人已经非常甜了 那么在剧外 时不时也依旧很甜呢 关于这对荣耀夫妇 你磕到了吗